深夜里一身休闲打扮的男子手拿安全帽 坐在机车上不停滑手机 没多久他戴上安全帽走到前方 坐上另一辆机车左顾右盼随即骑车离开 看似普通的画面但其实机车根本不是他的 机车行老板颇文小偷年纪不大有戴黑框眼镜 头顶一次挑染金毛戴着全罩式安全帽 看到有钥匙没拔的车就去偷摸骑走 事发在6号凌晨12点多 苗栗头粪中正路上的机车行 隔天上午警方截获报案立刻循现追捕 三名援警压制下嫌犯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7号中午援警在中正路汉西龙路口 发现嫌犯骑脏车马上逮人 警方调查发现拍姓男子平日打工为生 日前回台东扫墓朋友骑机车接送 他才会随身戴着安全帽 所以坐影民宅前机车上假装休息后 确计该机车骑乘使用 前犯锁定钥匙没拔的机车 投车代步为了掩人耳目 还自己准备安全帽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隔天骑车外出露线 自备安全帽也没用 记者连家庆王百亿苗栗采访报导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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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